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天亮时分之政论天下 我是章天亮 今天是2020年9月20号 今天周末再加个班 因为昨天咱们谈到美国大法官金斯伯格去世以后 围绕着大法官任命的问题发生了很多的事情 其实这两天关于台海局势也是发生了很多的事情 但是昨天没来得及讲 所以今天咱们就讲一下台海的最新进展 但在讲这个之前还是得再讲一下金斯伯格 这两天金斯伯格的新闻已经是刷爆了 就是在昨天晚上的时候看福克斯新闻 所有的它主页上的大头条 凡是带照片的那种大头条 大概有七八个将近十个吧 都是关于金斯伯格的 所以说这个事我估计一直到大选之前 都会塞爆媒体的 最高法院大法官的任命 它是一个左派绕不过去的坎 就是因为左右之争到最后的话很有可能 就是大家争到没有退路的时候 就会入禀到最高法院 所以说用这个左派的法官在最高法院中 去实现左派的议程 去修改美国的宪法 这几乎是左派必须要完成的一个规定动作 所以这两天川普一说他要提名这个新的大法官的时候 这个左派就发出了很多非常疯狂的言论 比较典型的就是说 左派有两个左派的作家在他们的推特上发出推文 说扬言要放火烧掉美国的国会 以避免这些国会的议员们在国会里面投票 然后还有一个 是加拿大的一个教授叫Walter Lu 就是在加拿大的滑铁卢 加拿大的滑铁卢它离多伦多还是比较近的 有一个教授 这个教授他也主张放火烧掉美国的国会 把它烧成白地 以便于他们美国的这些议员们没有办法投票 所以你从他讲这东西的话 你会发现美国的左派是非常的疯狂的 这么样的一个教授他竟然会说出这样的话来 你可以想象他在讲台上他是怎么去教育他的学生 他的学生能不被他培养成为激进分子吗 这种事就是我前两天所说的那个 应该上礼拜天吧 我就说到美国的教育的堕落 全世界的这种教育几乎都是被左派所把持 所以这个情况确实是很危险 然后除了像他这个 还有一个比他更恶毒的教授 在美国的West Virginia州 在西弗吉尼亚州有一个学校的教授 这个教授他讲 他说我希望川普所有的支持者都得新冠病毒死掉 他就公开这样讲 因为川普集会的时候的话 他会有很多的那个他的支持者在那个下边就是 靠得很近嘛 所以这个人他就说希望川普所有的这些支持者 都得新冠病毒死掉 当然他这个言论实在是太过分了 所以后来被就是这个学校停职了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这种左派对这个川普的仇恨 所以呢就是未来的这种关于最高法院的 这个提名之争能不能够表决一定是白热化的 所以未来一段时间我们还真的 有了新的情况要跟大家报告一下 川普在那个昨天晚上在那个北卡有一个 大型的群众集会 然后呢他就跟支持者讲 他说我想选这个最高法院大法官 你们愿意不愿意 当然他的支持者都说愿意啊 然后川普说呢 我很有可能会选一个女人来做这个大法官 其实川普他有一个名单 这个名单他在2016年的时候就曾经公开过 这个名单的话就是有可能被他提名为大法官的人 这些人的话都被认为是这个宪法的 就是叫他们叫 Originalist 就是 维持宪法原意的那些人 就是当年国父们在制定宪法的时候是什么意思 那么这些人的话就会严格的遵循宪法 最开始制定的时候的那个原则来 进行判案 他不像是那个左派他是解释宪法 把这个意思扭曲了之后以适应他们的议程 那么现在的话呢因为他那个川普的名单是有的嘛 所以你就在上面看有哪些女性 候选人就行了 我觉得最有可能的是一个叫Amy Corney 他的那个last name叫做Barrett Amy Conney Barrett 这个女的她今年才48岁 她1972年的时候出生的 她是圣武大学毕业的 也是那个学校的法学教授 她呢 是对宪法的一个非常忠实的维护者 她的那个履历是非常的亮丽的 在前一段时间她曾经就是有一次听证会 她的表现就让人印象非常的深刻 那么很多人就觉得说她呢因为她是信天主教的嘛 而且是非常虔诚的天主教徒 很多人就觉得她如果要是当了大法官的话 就可能会对这个最高法院在很多的判例上 包括堕胎也包括什么 其他别的方面 做出这种 扭转性的那种判例 当然这个事的话 她自己也没有那么明确的说她要这么做 就是 我觉得这个事我们可以再观察 但是我觉得这个女人 她的这个可能性是最大的 她今年48岁如果能够进入最高法院的话 她至少可以在那工作20几年 甚至是30几年的时间 那个我觉得对于最高法院维持这个 宪法的权威性 是一个非常有好处的事 那么现在呢就是很多的这个 昨天咱们说了川普如果真的想在大选之前进行提名和表决的话呢 川普手中 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她能不能够拿到足够的票 我后来又仔细的看了一下就是有可能的反对者 有一个人是明确反对的 就是缅因州的那个参议员Susan Collins 她就反对在这个大选之前进行表决 所以她我估计是会 投那个反对票 还有一个人是跟川普关于很糟糕的叫Lisa Makowski 这个人是阿拉斯加的参议员 当时川普提名那个Brett Kavanaugh 就是那个卡瓦诺大法官的时候 这个阿拉斯加的参议员也没同意 所以基本上我觉得这两票的话是 跑掉了 然后还有一个人就是这个犹他州的参议员罗姆尼 这人是川普的一个敌人 凡是川普的 这个政策 凡是川普做的事他必反对 所以这个人的话票也没有了 参议院我们知道100个议员 现在共和党有53个人 如果跑掉3个人的话那就是50 不能再跑了 再跑的话就 过不去了 然后还有一个人呢就是跟川普过去的关系很糟糕 是内布拉斯加的这个议员 这个人叫做Sass 这个人呢 最近一段时间跟川普关系好像有很多的好转 甚至川普还endorse他 就是支持他竞选连任 所以这个人的话有可能支持川普 如果这样的话川普就能够拿到50票 那么如果反对的人也是50个人的话 这个时候美国的副总统Mike Pence 他就可以作为 就是他可以投下一票之后的话倾向于共和党 这个事情就搞定了 但是现在川普面临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时间的问题 就是 从你提名一个法官 你提名完了之后的话 你得给参议院的司法委员会一个审查的过程 是吧 然后的话再排上议程 然后的话再听证 然后再表决 整个这个过程的话大概需要44天的时间 最快最快44天的时间 而现在到大选的话只有44天了 所以能不能够在大选之前投票真的是一个问题 但是当然就说只要到明年1月份之前 参议院没有换届之前的话 川普都有可能 就是 让参议院通过这样的表决 这是有可能的 但是我想一定会招来左派强烈的抵制 当年川普在提名卡瓦诺的时候 就是很多左派就在那 组织一批人嘛 去伏击那些议员去骚扰 在走廊里边尖叫 然后闯这个议事大厅什么什么之类的这种事 如果真的是这一次川普这样做的话 那个作家就公开讲 他说 除了要烧这个国会之外 他还讲说从我们的尸体上跨过去 意思就是说要拼死抵抗 就是你不把我打死我就 拼命要阻止这件事情 所以 对未来一个多月的battle 就是这种 这种争执或者是说这种较量会非常非常的激烈 所以这个事我觉得我们再给大家观察 我觉得川普有一个地方挺聪明的 他这次他说他提名一个女的 因为上一次提名一个男的呢 就出来很多人告他强奸 当时那些告他强奸的人就简直假的都不行了 你一看就知道是假的 但是的话就是左派就以此为理由 就一天一天这样拖延 现在川普找了一个女的话 我估计这方面可能是不会有问题了 但是你不知道 永远都不会知道他们会 想出些什么样下灾烂的招数 拖延这个时间 就是甚至拖延到这个1月20号以后 当然如果川普能够竞选连任的话呢 还要看参议院共和党 能不能够占多数 所以说现在 这个时间呢我总觉得是非常非常的 这个紧张的 好了关于这个美国这事咱就说这么多了 咱们下面说一下这个 台海的事 我们说美国这个事其实是因为 参议院选举 影响到美国大选 美国大选的话影响到中美关系 所以是这么一个 链条下来的 下面我们说一下台海 就最近一段时间围绕台湾也发生了几件事 就是三件比较重要的事情 其实在5月6号的时候早在5月6号的时候 就是大家还在盯着那个新冠疫情的时候 我就提出来一个想法 就是在5月6号那期节目中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当时我说 美国有可能跟台湾建交 那个时候 说这个话有点像天方夜谭了 但是我们看到这个事在一步一步的变成现实 9月6号的时候我还曾经做过一个节目 我说谁在台海求战 其实呢就是你 感觉起来好像是中共想 武统台湾 中共在威胁台湾 但是其实中共真正的意图在台海 它是要想方设法去避免战争的 而真正想给中共 找麻烦的 其实是美国的这些政要们 所以跟大家说三件事 一个事情就是美国的 国务次卿克拉奇见到了蔡英文 因为国务卿他属于这种副部级官员 国务次卿属于副部级官员 蔡英文是属于中华民国总统 所以蔡英文等于是降级去会见国务次卿 蔡英文说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 她说台湾有决心迈出关键的一步 这句话其实就非常耐人寻味 就是 到底是什么是关键的一步 那基本上感觉就是美台建交了 蔡英文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们美国想跟我建交的话 我不怕中共 我就跟你建交 是有一种这样的暗示在里面 这是第一个 就是比较重要的信号 第二个信号就是威斯康星州有一个联邦的众议员 这人的姓叫蒂夫妮 蒂夫妮听起来像一个女人的名字 实际上她的姓叫蒂夫妮 这个人叫Tom Tom蒂夫妮 他在国会在9月16号的时候提出了一个 共同决议案 这共同决议案的编号是117号 在这个决议案里面的话 他就说美国和台湾应该建立这种外交关系 他所谓这种共同决议案的话英文叫做concurrent resolution 它和那个法案 那个bill是不一样的 就是它实际上是表达一个美国国会这个事情的态度 如果这个事情放到国会上那个floor 就放到那个国会里面去意识听去表决的话 我觉得很有可能通过 但是呢因为不需要总统签字不会成为法案 它只是表示一个美国民间 对于美台建交的一种支持 因为美国的国会议员他属于民意代表 大概平均每50 50万选民的话会选出一个国会的众议员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 一个姿态 所以 美国现在国会的话也做出要 支持美台建交的这样的姿态 还有一件事也发生在9月16号 就是美国驻联合国的大使craft 叫她Kelly Craft 这是个女的 她邀请 台湾驻纽约最高的代表 然后在一起吃了一个工作午餐 然后呢 因为她是美国驻联合国大使 所以这就有一点邀请台湾重返联合国的意味了 她在和台湾这个代表在吃饭的时候 她就 鼓励台湾积极的多参与联合国的事务 她用的这个词叫做participation participation的意思就是参与 但是呢她没有 明确的指出 到底是以什么 身份来进行参与 就是你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你是以会员国的身份呢还是以观察员的身份呢 你是参与联合国比如说这个安全理事会呢 还是参与联合国以下其他别的组织啊比如说什么教科文组织啊什么 什么什么国际卫生组织啊什么之类的 就到底是什么她没有明确的讲 但是呢她除了participation这个参与之外 她还用了另外一个词 这就耐人寻味了 她叫做back to UN 就是重返联合国 这事很有意思啊什么叫重返联合国 因为当时 这个台湾不是因为中共 取得了联合国的席位之后 中华民国愤而退出联合国吗 那现在的话就是 美国 就是驻联合国的大使 邀请台湾重返联合国 当然这个上下文的话他们都说得很模糊 估计可能也不想 把这个事说得太明确 因为可能还没有到 接中的那一步吧 所以说呢 她就没有把这个事情 说得那么明白 但是我们感觉就是她这个姿态的话已经是非常清楚了 比如说包括国务次行去访台 包括这个美国 国会 众议院通过这个要美台建交 然后包括这个联合国 大使 美国驻联合国大使 主动邀请台湾的代表去吃饭 让台湾重返联合国 所以我觉得这些事 其实都是在 为美台建交做铺垫 所以 这事我觉得真的有可能很快就会发生 那么当然这种事一发生之后 国内的小粉红包括可能胡锡进 都玻璃心碎了一地 所以呢中共就频频的军机 过台海中线进行骚扰什么之类的 我们忘了那个数字了好像是17次穿过台海中线 反正不管胡锡进怎么讲 包括东部战区通过他们的微博 也发了一条消息说 丢掉幻想准备战斗 然后 还说我们共军这次演习是一个实战演习 就随时可以把这个演习 化为实战然后武统台湾 但是我相信中共是绝没有这个胆量的 我们之前曾经说过很多次中共为什么不敢打台湾 我们今天不在这里面重复了 但是我想说什么呢我想说川普现在 做这些动作的话都是因为他对中共特别特别的生气 大家可以想象川普主要有两件事 我觉得他特别 生气的 或者他现在有两件很麻烦很头疼的事情 第一件事情就是这个新冠疫情 第二件事情是国内的骚乱 这两件事情的话我觉得是左派有意的 当然新冠疫情的病毒不是左派放出来 但左派现在通过他的媒体拼命的打击川普 说川普在 抵抗瘟疫的问题上工作不力 然后还说川普怎么隐瞒呢 经常会嘲笑川普编一些假数据什么什么之类的 包括就是 想方设法的拖延 美国的经济不让重启 免得经济恢复了之后川普得票什么之类的 所以川普对新冠疫情和国内骚乱两件事情都非常的恼火 而这两件事情都跟中共有关系 我们知道新冠疫情它是中共的病毒散播到美国来 为什么说美国现在的骚乱也跟中共有关系呢 中共就是有这样一个问题 我不知道大家注意没有 你要是不仔细看它好 因为中共很善于伪装 所以你会觉得中共挺好啊 它有一点什么就是不太对劲的地方 但是也没有那么不对劲 就是你如果要是 基本上对它 采取一种无视的态度忽略的态度的时候 你会觉得岁月静好 但是当你一旦仔细看它的时候 当你一旦明白它那些阴谋的时候 你会发现问题越接越多越接越大越接越可怕 所以你会看到为什么美国现在不断的在驱逐中共的间谍 就是因为过去美国没拿它当回事 可是真正拿它当回事的时候 就会发现这个问题实在是太严重了 然后最近发生了一件事情 就是美国的ABC它也是左派媒体了 但是它有一个报道 ABC算是美国比较影响大的 电视台 三大电视台之一嘛 ABC的报道说什么呢 说美国的 有一个 这个Heritage Foundation 它就是叫美国传统基金会 这是美国一个特别大的保守主义者的组织 在那个DC 特别大Heritage Foundation 它是保守派智库的一个大本营 原来那个Mike Pence和那个就是美国副总统彭斯 还有那个国务卿蓬佩奥两次针对中共的演讲 一次是2018年一次是2019年 当时我把它称之为新冷战宣言 那两次都是在这个地方讲 都是在这个Heritage Foundation 就是它那个 就是传统基金会 美国传统基金会讲的 这一次传统基金会有一个研究员 这个人叫刚萨雷斯 他发布了一个研究报告 这个报告说美国的打砸抢 他不就是黑命贵吗 那个Black Lives Matter 在后边在那捣乱 他发现他们的钱来自于哪呢 来自于中共 这个黑命贵他的那个创始人 他又建了一个叫做 好像是叫做黑人未来实验室 不知道他这实验室实验什么东西 那个黑人未来实验室 就给这个 黑命贵就是打砸抢这个团体捐款 然后这个实验室的钱从哪来呢 他从一个叫做华人进步协会的地方来 他叫CPA可能叫Chinese Progressive Association 是从CPA来 这个CPA的钱从哪来呢 是从中共那来 后来美国这个传统基金会研究员发现了 是中共给钱给CPA CPA给黑人未来实验室 黑人未来实验室在把这个钱给黑命贵 这么一下下来的 所以这个事一出来之后的话 你想川普对中共得多恼火 你不但给我散布病毒完了之后你还 在出钱雇美国这些骚乱分子 我觉得他们应该称之为叛国者 在美国这个街头上烧杀抢掠 是吧 所以 川普他一定是想给中共难堪的 那台湾其实是一个现场的一个 可以给中共施加压力的一个途径 是吧 所以这个事我觉得 中美关系已经 无可逆转了 你看到那个前两天 我们说那个美国大使 驻华大使布兰斯塔德是吧 就是回到美国 布兰斯塔德是10月初回美国 美国本来国务院有足够的时间任命一个大使 送到北京去 但是美国就不送 他把现在 驻华的公使那个傅德恩 他应该叫Forden 把那个人的话 让他做美国驻中国的临时代办 这个事就是一个外交降级呀 过去两国是一个大使级的外交关系 降一级的话叫公使级 再降一级的话就变成代办级了 我看美国之音的报道 就说 让傅德恩做临时代办 临时代办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就是两国没有正式外交关系的时候 那个设立一个代办处 就像台北驻 美国的经济文化代表处一样 它属于那种机构 属于代办性质的 最开始到中国做代办的有一个人 大家可能知道是那个老布什 老布什总统就曾经在中国做过代办 那是在1974年到1975年 中美没有建交的时候 那个叫代办 中美后来在1979年建交之后 就互派大使了 就建立大使级的外交关系 现在等于是美国和台湾的外交关系在升级 然后把它跟中国的关系降到代办级 代办级再往下降就没了就断交了 比断交更厉害就是战争了 是吧 所以 就是说现在中美关系已经跌到这样的一个 无可退的一个 这么一个点上了 所以这个是未来的发展的话 咱们到时候再跟大家更新 最后呢我想 再说一点事 这两天我看我那个油管底下那个留言 因为这两天可能我 这两个 这大概是从上个礼拜六开始吧 我谈了很多敏感问题 谈到美国的教育问题呀 谈到这个 就是这个美国就是当时这个Netflix上不是 放了一个 就是 那个色情片啊 儿童的色情片 然后我当时就说说美国左派的话 他通过乱性 通过这个同性恋等等去 这个 败坏人的道德 很多人在底下留言 在我油管频道底下留言 就说我是孔童 就是 大概意思就是说我是这个 很偏激的那个 极右翼分子 然后这个 这个憎恨同性恋啊什么什么之类的 我这里面呢要特别说一下 其实呢 我没有 我在那个前两天做节目的时候也说了 就是我认为同性恋对不对它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神认为这个事情对还是不对 有人说我孔童啊 就是说好像是我歧视同性恋者 我从来都没有歧视同性恋者 我对这个人的话我没有任何的歧视 我已经说过了我连共产党员我都不歧视 我怎么会歧视同性恋者呢 但是的话我对于这个同性恋的行为本身我不认可 这个你不能够 强迫我去认同啊 就好像是说 我不爱吃榴莲 然后有人爱吃榴莲 然后我就说我不爱吃榴莲 就说你这是个榴莲恐惧者 然后说卖榴莲的那个人已经够不容易了 你还在这给他施加压力 然后说你这是一个什么什么什么分子之类的 我觉得这样的帽子扣起来是没有必要的 我觉得我表达我的意见完全是属于我言论自由的范畴 再一个的话就是说我没有歧视任何人 我只是说对这个行为本身的不认可 我觉得我呢 就是对 每一个人呢我觉得都是非常珍贵的 我作为一个相信神的人来讲的话 我相信如果一个人做了神不喜欢的事情 你看那个中共很多的官员 包括那些城管的飞扬八户啊 然后去 去那个拆别人的房子呀 在大街上打那些小贩儿什么之类的 我看了我也很生气 但是我对他们没有仇恨 我有的时候觉得这些人真的很可怜 包括五毛包括那些小粉红们在我底下留言 我觉得这些人真的很可怜 因为呢 对和错 是不是正义还是一个邪恶 正义和邪恶对和错的话不掌握在人的手中 这个标准不掌握在人的手中 它是掌握在神的手中的 那么也就是说当你做了一些错的事情的时候 当你做了邪恶的事情的时候 最后你要面对神的审判 那可能是地狱无尽的痛苦 所以其实我看到这种人的话 我为什么觉得可怜 就是因为 他在 不知不觉的在 往那样一个悲惨的境地中走 那你想我作为一个人来说的话 我能做什么呢 如果我什么都不说的话 我觉得我没有尽到责任 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非常可贵的 其实每一个人都是神造的 所以我就希望 把 我对这个事情的看法 包括我对这个正义和邪恶的看法把它说出来 我不是针对这个人 我就针对这种行为 你一个人 非常可贵 因为你只要有这个人身的话 你就有机会去改过 然后就可以有机会避免那样走入那种 地狱无尽的痛苦那样的一种结局 所以我觉得这是我出于一种 我的信念 我讲的这样的话 当然你可以不信 但是我要讲 而且我觉得我真的是希望每一个人都好 希望每一个人都好的话 并不是说 我就给你好吃好喝的 让你生活非常幸福 不是这样的 中国儒家有一句话叫做君子爱人以德 系人爱人以姑息 就是一个真正好的人 他什么叫做对别人好 就是帮助这个人走正道 因为当你走正道的时候 你最后得到的是永生 得到的是天国的美好 小人的话才会姑息 才会 叫唆你 鼓励你去放纵你的欲望 最后的话 那个结局就非常的惨 所以我觉得我讲这个话 我们不针对任何人 我针对某一种行为我觉得不合适 我就跟你说你别做 神不喜欢 将来的话后果很严重 我觉得这是我的义务 我有这样的 使命去讲这样的话 当然如果你不听的话 那是你的问题 你不相信我 你嘲笑我都没有关系 但是我觉得我想说的是 我不仇恨任何人 我也不歧视任何人 好了 那么今天咱们就说这么多了 如果你要是对我们谈的内容感兴趣的话 欢迎您订阅和传播这个频道 我们下次节目 再见 说明天的字幕 您的词